8月18号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哈尔滨片区 黑河片区 随分河片区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哈尔滨举行 将各片区的联动发展先行先事 探索形成一批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对俄贸易的创新成果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最北的自贸区 设有哈尔滨片区 黑河片区和随分河片区 自贸区设立两年来 每个片区都有很大的发展 通过这次签约 可以进一步驻牢 三个片区工作一盘棋的思想 更好地促进三个片区优惠政策共享 合作项目共建 以及创新经验 共同学习 形成推进全省自贸现区协同联动的好的趋势 进一步促进三个片区优势互补 形成推动全省自贸区建设的强大工作合力 在物流链的打通上 哈尔滨片区引入了万科中俄产业园 对俄进出口农产品交易中心等一批对俄产业园区和功能平台项目落地 在金融链的打通上 哈尔滨片区成立了中国首家中俄跨境金融服务中心 开通了离岸账户 对俄金融合作拓展至资金清算 外汇交易 现钞调运等11个领域的创新成果 隋分合片区在俄罗斯的能源 矿产 俄粮加工等产业合作上 做出了很多中国首创的突破性尝试 我们这次合作的主要在人才交流上 在这个政策的优势互补上 在今后的发展 长足发展的方向上 因为哈尔滨那是省会城市 人才聚集 有很多的人才可以支持我们隋分合片区的发展 我们隋分合对俄贸易这个平台上 也有对俄贸易的专业人才 也会在这个方面上进行交流 此次三个片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三个片区筑起一盘旗的思想 更好的形成三个片区优惠政策共享 合作项目共建 以及创新经验共同学习的合力 三个片区将在国际技术转让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将开展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 保护和贸易方面的跨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等业务 中俄国际层选择在哈尔滨自贸区范围内 是我们看中了这边的利好的政策 国际化服务 以更好的塑造一个对俄的高地 今天三个片区的签约可以促进我们在人才 金融 商贸之间的更好的交流 以促进更好的对俄的经贸发展